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19,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3月7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今天两会的焦点 这就是呢,在记者会上,秦刚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回答记者的问题 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关于他这近两个小时记者会上的这个回答问题呢 环球时报做了一下总结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环球时报的这个总结 然后呢,我来补充一下我认为还有什么值得观察的焦点问题啊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环球时报呢,是这么总结的啊 环球时报的这个摄评的题目呢,是与狼共舞的中国外交 兼具中凸显着荣光 内容呢,是这样的啊 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 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外长记者会每年都是两会的重头戏之一 尤其今年是时隔三年首次的一个线下召开 也是秦刚出任中国外长以来呢首场的记者会 自然会受到全世界各方面的关注啊 在114分钟的时间里面 秦刚一共回答了14个问题 用生动而且不失幽默的语言风格 阐释了中国外交的目标和使命 也清晰地表达了在大国关系 周边外交和热点问题上的中国主张和中国立场 既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延续性和确定性 也展现了个人风格 诚恳 直率 坦荡 自信 是人们对这场记者会的突出印象 记者会涉及的话题非常的全面 同时也没有回避外界关注的尖锐话题 比如说在对外交往方面 秦刚表达了同外国发展友好关系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坚定的意愿 在谈及一带一路的时候呢 他表示说在合作中我们有商有量 在交往的时候呢我们重情重义 实际上坚定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 始终做中国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是记者会带给外界的直观感受 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所呈现的整体的锋芒 国际舆论尤其关注秦刚对中美关系的论述 这从一个侧面凸显出了这对双边关系的分量 也表明了外界对中美关系的现实担忧 秦刚就中美关系一针见血的指出 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这第一例扭扣呢就扣错了 如果美方不踩刹车 中美必然会陷入冲突对抗 他还提到说呢 决定中美关系的应该是两国的共同利益 共同责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而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和歇斯底里的新麦卡锡主义 这不仅是对华盛顿的警告 也体现出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真正负责任的严肃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一些美西方媒体拿着放大镜观察这场记者会 试图给中国外交贴上温和或者是强硬的标签 但这显然是找错了方向 其实秦刚在记者会上呢已经说的非常的清楚 所谓的战狼外交就是一个话语陷阱 中国外交有足够的厚道和善意 但是当豺狼党道恶狼来袭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舞 保家为国 换句话说呢 中国国家利益在哪里 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道义在哪里 中国的外交官就会站在哪里 值得强调的是呢 秦刚所提到的话语陷阱 正是近年来华盛顿 为谋取地缘政治私利 反复使出的卑劣的手段 他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霸权 不断的炮制 诸如中国债务陷阱啊 国际秩序规则呀 民主对抗威权呀 等话语陷阱 通过不断的给中国扣帽子 试图给中国使绊子 同时呢 又掩盖自己 假竞争之名 行新冷战之实的 不得人心的做法 可以说呢 美国对华政策 完全脱离了 理性健康的正轨 而美方想让中国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同时呢 秦冈也表示说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 热情 友善 淳朴 都追求幸福生活 美好世界 中国外交 在与狼共舞的同时 并未放弃 对团结合作的追求 对和平发展的努力 这突出的反映在 中国的朋友圈 越来越广 新朋友越来越多 老朋友呢 是越来越铁 在国际社会 绝大多数的 正常国家的眼里 中国都是友善的 是热情的 并且乐于分享的 一个好邻居 好伙伴 一些美西方舆论 宣称中国外交日趋强硬 连一场激乐会 都感觉自己被针对了 这恰恰说明 谁才是当今 国际关系中的狼 他们心里是很清楚的 一个始终埋头发展 有强烈的确定性和责任感的中国 给世界带来的是稳定感和踏实感 这将首先通过外交传递出来 正如秦刚所说的 新征程上的中国外交 是充满着光荣梦想的远征 是穿越惊涛骇浪的远航 为其兼具 更显荣光 我们期待新时代的中国外交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 有更多更亮眼的表现 那么这就是环球时报 对秦刚的这一场将近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上的一个总结 那么我想补充两点 首先第一点我注意到 秦刚在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 说号召我们中国的青少年要勇敢的发声 青少年在国内国际的舞台上勇敢的发声 那我想秦刚能说出这样的话 与前一阵子发声在合肥的一场高中里面 所组织的那场演讲会上面 有一个少年出来勇敢的来批评一位所谓的专家的这件事情来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个例呢 也看到了中国的青少年 他们的三观是正的 他们的勇气是非常可嘉的 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鼓励 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毛主席不是曾经对青少年说吗 你们就好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世界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 但是呢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 因为老一代呢毕竟是要退出历史舞台 老一代毕竟是会死的呀 这个手中的权力 脚下的阵地 肯定是要交给年轻一代的呀 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么过来的 所以呢 我必须在这里面指出来 就秦刚在他的记者会上呢 所说的关于青少年的这一段 另外呢我还想说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台湾问题 秦刚呢还拿了一本宪法到了现场 然后他是说呢 说到我们的台湾问题呢 他是带着宪法来的 就是说两岸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任何人任何外界的力量 都没有权利指手画脚 都没有权利来决定我们自己的事情 好说到这儿呢 我就是想说一下 这两天的台湾的几个动向了 首先呢我们就看到呢 就在今天英国的金融时报 就发布了一个消息 英国的金融时报呢 就说呀说这个蔡英文啊 已经说服了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麦卡锡 说呢蔡英文要到美国的加州 也就是这个麦卡锡的这个选区 和这个麦卡锡进行见面 以避免来自于北京的 咄咄逼人的反应 这个说的呢就是 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呢 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老妖婆佩洛西 到台湾来访问呢 掀起来的一个风波 那么在麦卡锡上台以后呢 麦卡锡是不是要到台湾访问的 这件事情呢 就引起来了普遍的关注对吧 麦卡锡呢也表示了 他想要到台湾去访问的这种意愿 那么中国呢通过各个渠道 对美国提出来的警告 那么麦卡锡还说呀 说我去不去台湾 并不由中国政府决定啊 他呢说是这么说 但是呢他必须得考虑 中国政府的反应 那么现在呢 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 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了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充分的考虑了 他的后果 如果麦卡锡 执意要到台湾去访问的话呢 他这个后果 美国以及台湾一方 能不能承受得起 这是他们必须考虑的 很显然这个后果呢 他们是承受不起的 所以呢 现在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让蔡英文到美国去 到加州麦卡锡的这个选区啊 以这样的方式呢 把这件事情的这个政治敏感性呢 大大降低 以避免引起来北京的 所谓的咄咄逼人的这个反应啊 那么假如说4月份啊 蔡英文真的到美国进行访问 并且和麦卡锡进行见面的话呢 那么中国政府啊 一定也还会做出反应来的 至于说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那这就看中国政府了啊 正像秦刚所说的啊 中国处理台湾问题呢 是不受其他外界任何人的左右 好 这是一件事情啊 另外一件事情呢 今天我们看到啊 比这件事情呢 也不次的一个很敏感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在台湾的这个立法会上啊 国民党这边的大佬 江启臣在立法会上呢 当对台湾的所谓的啊 国防部长邱国正啊 进行质询的时候呢 就问了他一句话啊 捅出来了一个大秘密啊 不知道这个庄启臣啊 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啊 突然呢就引爆了一个大问题啊 就问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 说国防部啊 正在和美国进行商谈 说是呢 要把美国在菲律宾的一个军火库 转移到台湾 有没有这个事 那么这个邱国正呢 当时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呢 邱国正啊 毕竟是一个老狐狸啊 那么这件事呢 他就是说了 他是说这件事呢 确确实实是有的啊 但是呢 这件事呢 是刚开一个头 任何的具体的事宜呢 还没有进行讨论 至于说 为什么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说台湾方面和美国方面在讨论 把军火库转到台湾来 那么这件事呢 原因呢 说是就是因为俄乌冲突给台湾方面的一个启示 就是说呢 你看乌克兰现在啊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他们呢 总是需要军火的援助 而且呢 这个援助呢 是源源不断的需要 而且呢 尽管是西方的紧锣密鼓 但是仍然是满足不了前线所需 所以呢 邱国正就说台湾应该吸取教训 应该提前做好准办 听起来呢 好像这件事情 应该说是呢 台湾方面的主动性更强一些 现在呢 有关这个事情的细节呀 邱国正没有进行任何丝毫的透露 也许正像他所说的啊 这个事儿是刚开始 还没有细节 所谓的细节呢 就是这个军火库转到台湾 就是转到台湾以后呢 它还是美国的军火库吗 还是成了台湾的军火库 那么这些弹药是仍然属于美国军队吗 还是说呢 由台湾出钱 就卖给了台湾方面 将来这些军火 会由美国的军队使用吗 还是就成了台湾军队的所有权 而进行支配 这些东西呢 全都不清楚 我想这件事情呢 所有的方面 都会关注它的进一步的发展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假如说 这些个军火 转到台湾以后 它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美国军队的话呢 这和驻军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中国大陆是绝对不会允许它的 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呢 那无异于就把这个武动台湾 往前猛推了一步 虽然说中国这两天 刚刚李克强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的军费开支 只是增长了7.2% 中国的军费开支仍然是很少的 但是呢 并不说明说 2023年 中国就不可以 根据需要 就发动武统台湾 因为到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个特别的军费开支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台湾不要以为说 这个军费开支定了以后呢 台湾就真的吃了定心丸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有点搞笑了啊 那么台湾的有一些人呢 那些台独分子啊 曾经就说 中国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啊 什么的那些个说法啊 吃不起榨菜啊 什么的那些说法的那些人呢 就被打脸了啊 说这两天呀 人们就发现啊 台湾的军队 驻马祖的这个军队啊 他们啊 有士兵呢 就在沙滩上写了一些大字啊 这个大字呢 从空中都能够看到啊 写的是什么呢 说是驻马祖的国君啊 已经是好多天吃不上肉了啊 只能是吃泡面 只能是吃白米饭啊 只能是吃罐头啊 就是他们的伙食补给啊 已经都有20多天 没有给他们运上来了 这件事情呢 在大陆的媒体呢 现在已经是刷屏了啊 头弯头条 大家都在嘲笑这件事情啊 连饭都吃饭 没有肉吃了啊 这样的一个军队 还能够打仗吗 那么今天呢 我也看到台湾的媒体啊 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就觉得说台湾的这个军队啊 怎么搞的呀 连生活的供给啊 都供不上 还能打仗吗 弹药到时候如果供不上的话 那这个军队啊 不打败仗才怪呢 对不对 就算是不考虑什么弹药的事啊 你让这些冰哥哥他们饿着肚子啊 吃糠宴菜 怎么能够有体力来打仗呢 同时呢 有的人说啊 说这些个冰哥哥们啊 一点战争的常识都没有啊 说你断顿了 吃不上肉啊 你就在那个沙滩上 用那么大的字写下来 这要在战时的话 这就等于是泄密了 等于说把军队的情况呢 公开给了你的敌人或者是对手 另外呢 还有人说啊 这些人啊 就一点这种保密的这种意识都没有 一点这种战时的这种意识都没有啊 那么这些人光考虑到自己呢 吃不上肉就受不了了啊 那么这些人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啊 就像他的敌人啊 也就是中国大陆啊 向他们求救说 说给我们送点吃的来了啊 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那么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这一次没有发生 不代表下一次不会发生啊 那么平常没有发生 不代表暂时不会发生啊 对不对 总之我们看到啊 咱们台湾的这些国军的兵哥哥们啊 他们不光是从为兵啊 他们简直是就跟一些一天到晚的 就跟玩游戏似的 小玩闹似的啊 不怕军事这些事情呢 当成是一个严肃的事啊 就跟玩游戏似的 他们的素质真的跟大陆的那些军人的素质啊 差远了去了 虽然说大陆呢 因为这些年以来的这种计划生育啊 还有虽然说近些年计划生育放开了 但是呢 人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啊 这些孩子呢 从小呢 是家里面的宝贝啊 像小皇帝一样养大的 但是呢 咱们中国大陆军队里面的那些个战士呢 真的一点都不娇气 好 我这期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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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